很多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 试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三五岁开始就上辅导班 三五十岁还在熬夜爆肝 有时候想想都觉得神奇 我们是怎么做的 让每个年龄段都这么累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像中国闲的孩子这么疯的 我们坚信吃苦就能成功 没成功就是吃的苦还不够 这种苦难教育 也让一些人在追逐成功的道路上 成功把自己逼疯 事实上 从神经学角度来看 多巴胺决定了跟成功有关的 学习和动机这两个关键要素 也就是说 能让人对成功持续产生动力的 不是吃苦 而是多巴胺 而吃苦往往会造成多巴胺 无法正常释放 我们接受不到大脑奖赏回路的反馈 也就失去了做事的动力 甚至有可能感受不到任何快乐 引起抑郁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星河百度 今天咱们聊聊 吃苦对多巴胺系统的负面影响 以及如何利用多巴胺 对有意但无趣的事产生动力和渴望 相信我 坚持看完 你对多巴胺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掌控感 人脑中有860亿个神经元 它们之间的链接是动态可变的 当你想要做一件事 多巴胺系统就被激活 强化了跟这件事相关的神经元之间的链接强度 它们开始传递信号 让你产生做事的动力和行为 但如果这件事不能带来奖励 多巴胺就撩条子不干了 相关神经元之间的链接也会松动 于是你也撩条子不干了 三分钟热度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对一件事的欲望 动机坚持的核心在于 能否得到多巴胺的支持 而要得到多巴胺的支持 核心在于能否从这件事上获得奖励 吃一块巧克力 纵享丝滑就是奖励 饭后一支烟塞过活神线就是奖励 但这些奖励并不是巧克力和烟直接给我们的 而是它们刺激了奖赏贿赂中多巴胺的释放 间接给我们带来了快感 另外多巴胺还有个原则 就是提前释放 这种前置的快感 也是为了让我们产生吃巧克力吸烟的动力 这叫做预期奖励 不过像学习这种好像并不能带来快感的事 我们是如何产生动力的呢 事实上大脑的奖赏贿赂有两条 一条是欲望回路 一条是控制回路 欲望回路就是简单粗暴的通过让你爽 来产生欲望和动力 控制回路相对高端一点 它考虑的更多 比如你正在减肥 它就会对比吃巧克力跟减肥这两件事的预期奖励 让你管住嘴巴 也就是说 它通过创作性思维和前瞻性策略 比如信念计划这些来影响你的行为 说白了就是化饼 回到吃苦 当你想要学习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东西激发了控制回路中的多巴胺 可能是老师的一句话 也可能是你想考北大 这种预期的奖励的确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 带来快感让你产生动力 于是你发奋图强 整日以术为伴 但努力的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 也就是预期奖励 很难在学习中歧视兑现 得不到实际奖励 就不能持续激发多巴胺 你的激情也就慢慢熄灭了 为了逼自己 你继续发扬吃苦精神 抵触即是快乐 不断自我施压 但这相当于把努力跟奖励隔绝开来 还会造成一系列练势反应 首先你越吃苦 现实跟预期奖励的差距就越大 多巴胺就越不会释放 其次是越往回路 这家伙一切以爽微倒下 它会提高你对即时快乐的敏感度 打游戏睡懒觉这些就变得格外诱人了 最后 大脑在意识到你在折磨自己时 就会释放遗志性神经地质GABA 让你感觉痛苦 从而俗指你继续下去 你看 你越是逼自己努力 大脑就越排斥 越不给你多巴胺 越给你GABA 你也就越痛苦 越得逼自己 这是个死循环 完全是跟奖赏回路反着来 变成了惩罚回路 前面提到 哪些东西能刺激多巴胺 就能带来欲望和动力 刺激程度越高 我们的欲望和动力也就越强烈 比如 巧克力能让多巴胺的释放量 提高55% 性行为提高100% 尼古丁提高150% 一些毒品的主要成分 本饼胺能提高1000% 这些可以看成是不同行为的多巴胺基线 多巴胺的作用机制就跟这些基线有关 还拿巧克力来说 当你第一次吃了之后 大脑会标记多巴胺释放量的峰值 这个峰值就对应着巧克力的多巴胺基线 第二次再吃的时候 预期的奖励会跟这个基线支平 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吃 你有多想吃 但是 如果它跟第一次的巧克力一样 多巴胺释放量的峰值就会下降 达不到极限 只有当第二次的巧克力 比第一次更丝滑 换句话说 只有当实际的奖励超出心理预期 多巴胺的释放量才能达到或者超过第一次 这叫做强赏预测误差 这是生命系统一种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 不过 它也把内环境的生理平衡 拉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很多成员问题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当你尝试了更好吃的巧克力之后 多巴胺的基线就被提高了 你就得不断地找比之前更好吃的巧克力 才能让多巴胺的释放量达到基线水平 你才能体验到跟之前一样的快感 所以 你要顺着多巴胺来 那就是一条不归路 就像毒品 不管吸毒者能找到多好的货 尝试完之后 多巴胺基线就被提高了 永远满足不了 到最后 那些毒品对它们来说就跟盐水一样 它们也感受不到任何东西和行为带来的快乐 毕竟没有什么比毒品的多巴胺释放量还高 咱们再回到学习 当你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心里有了预期奖励之后 奖场回路就释放多巴胺 让你产生学习动力 但很多人会把这个预期奖励设定的特别高 比如说要考全校第一 这样学习的多巴胺基线就会特别高 问题就在这儿 你在学习的时候 即便有了一定的成果 比如进步了市民 或者考了90分 但它带来的实际奖励 跟预期奖励差距很大 多巴胺的释放量 就远远达不到最初的基线 你也就感受不到 学习过程中 带来的这些细微的快乐 不愉快的事 你肯定不愿意坚持 对吧 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控制多巴胺的释放量 让它大于等于之前的基线 也就是每一次的实际奖励 大于等于预期奖励 这样你才能持续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才能在即时奖励中持续强化动力 高预期奖励的确比低预期奖励的 刺激作用更大 但这也造成了一个结果 你只有在完成目标时 才能体验到跟预期差不多的实际奖励 而之前那些细微的小奖励 你都看不上也感受不到 整个过程也就变得很痛苦 所以我们强化动力的第一步 就是反过来 降低初始的多巴胺基线 把之前设定的那些高的远的目标 换成低的近的目标 低目标意思是 只比你现在的水平高一点点 比如学习 现在考了600份就设定为605 再比如减肥 现在130就设定为128 低目标对应着低多巴胺基线 它有个好处就是降低阻力 这其实也相当于提高了相对动力 近目标就是能在短期内得到反馈 我现在给你100块钱 跟一年后给你150 你也会选择现在就要对吧 因为大脑难以处理长期的信息 毕竟夜长梦多 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它会降低长期信息的权重 这叫做延迟折扣 所以设定当下的小目标 对强化动力来说 比长远目标更好用 当你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 实际奖励就能达到 甚至超过预期奖励 这个时候可以开始第二步 逐级提升多巴胺基线 说的这么玄乎 其实就是设定截梯式的目标 原则跟初始目标一样 第二个目标只比第一个高一点点 通过第一期奖励 来控制多巴胺的释放 咱们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你完成了初始目标 实际奖励会刺激多巴胺释放 给你带来快感并强化你的动力 这个时候再设定下一个目标 把多巴胺基线提高一点 预期奖励又刺激了多巴胺释放 再一次带来快感并提升动力 等于是每次你都能得到 上一个实际奖励 和下一个预期奖励的 双重快感和双重动力 这样一来 整个过程就不再是痛苦的 你也不用再逼自己吃苦 因为你能感受到 每一次进步的快乐 也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很多小伙伴在设定目标时 通常会附加一些额外的奖励 有考了前十名 奖励自己吃顿大餐 这本无可非议 但并不是最好的策略 因为他会把努力 跟一些无关的因素联系起来 搞得个努力 就是为了吃大餐一样 如果这个奖励 因为一些干扰没能实现 同样会造成 多巴胺释放量达不到极限 影响动力 斯坦普大学医学院的 秀伯曼教授 在他的博客里提到这样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观察幼儿园的小孩 在自由活动时间会进行哪些活动 有些小孩喜欢画画 研究人员开始奖励这些小孩 比如在作品上贴个小星星 小孩们自然非常开心 但当取消了这个奖励之后 他们画画的动力和满意度明显降低 还不如没有奖励之前的时候 小孩们忘记了他们的初衷 奖励也夺走了画画本身的快乐 所以强化动力的第三步就是 让努力本身成为奖励 这一点其实并不难 因为任何事只要能自己多巴胺 就能带来快感 你就会喜欢上它 有些事咱们可能觉得无趣 甚至是痛苦的 但还是有人乐在其中 比如学习 锻炼 冥想 冬庸 经过前面两步 我们已经能在学习中 持续获得多巴胺奖励 也就有了爱上学习的可能性 我们只需要避免画色添足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刻意给自己附加其他奖励 以免打乱我们控制多巴胺的路径 最后咱们再总结一下 吃苦阻断了努力与快乐之间的联系 会让你陷入惩罚回路 多巴胺机制的关键在于 它的释放量会导致基线的上升和下降 从而影响后续的动力和行为 利用多巴胺的三个步骤 分别是 降低初始的多巴胺基线 逐级提升多巴胺基线 让努力本身成为奖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感谢小宝伴们坚持看到了最后 也希望大家能点点三连 给我点动力 如果这些对你依然没有帮助 记得给我留言 我再想想办法